今天跟客户在罗杉矶华人区罗兰港这个城市看访 然后就聊到上大学的时候了 就带他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挺有国内大学食堂的这种感觉的 大家还能记起20年以前上大学的这种感觉吗 就是很破的一个食堂 都是摊 你看进来以后这个地方就卖什么葱花饼 肉火烧 还有这个杯子装的这种粥 当然了也缺不了这种山东的大馒头馅饼 还有葱油饼之类的 这个地方也就是找一找回忆的这种感觉 实际上来讲的话东西一点都不便宜 这一份夫妻废片12美元 一点都不便宜 比很多饭店里还要贵 现在有点不适应的是还要排队 还要叫号还要等 这个是这里面生意最好的一家店了 因为它卖炸臭豆腐 这个臭豆腐跟以前上学的时候吃的不一样 这个是这种酸的 还有这个生煎包 是不是很有回忆 都是拿这种餐盘来装的 就点了这几样东西 花了40多美元 就当买一份回忆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